杨明山这个风力也蛮强的 那今天早上呢 天母科教馆的平地测出了 这个有八级的阵风 最高九级呢 是出现在文化大学 有学生是被吹到差一点就跌倒了 最新的情况 我们要请记者吕建宇来告诉我们 好 中国观众 为你带来三桌台风的最新情形 记者现在位在的 就是这个台北的文化大学 今天这个风啊 在台北市区呢 平地最高可以来到八级阵风 而在文化大学呢 则是全台北最高的阵风的 来到了九级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这个阵风 恐怕连人都站不稳了 就是稍早的时候呢 甚至有这个受访长 采访了一半直接往后背 我们一起来看收到的画面 就本来只要在宿舍 因为那个风很大 想要检查 就想要休息 可是 哇 那是后驴 本来要休息 然后就只是那个 看到今天其实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雨 就想要那个 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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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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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风很大 然后 然后以为就是其实昨天晚上 没有什么雨 可是那个想 然后就想说今天在 休息 休息这样子 然后结果看到今天其实就 变小了 所以你刚刚是来看一下机车 我来看一下 就是有没有倒车 然后我的车暗然无恙 可是就看到受害者这样 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旁边的草呢 被这个强风吹到东倒西外 直接狠狠的往下压 但是不止如此呢 除了草之外呢 可以看到停在这边的机车 也都是直接硬生生的 倒地在地上 其实刚才学生 也是希望来这边检查一下 自己的爱车 有没有受损 而这个台风呢 持续会影响到 今天甚至明天 持续一路的持续的来进行影响 我们也将随时为您掌握